嗨的交,我是酷吉拉 不知不觉间中... 嗨的交,我是酷吉拉 不知不觉间端午节又到了 所以首先酷吉拉在这里祝小伙伴们端午节安康 再来一说到端午节就逃不开那场永远的甜咸粽子大战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粽子除了甜和鲜以外 每个人喜欢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就感觉直接出去买的话很难买到自己认为最好吃的粽子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自己来包一点 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首先必须强调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包粽子 所以以下内容和教学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来因为我这里买不到新鲜的粽叶 只能买到这种干粽叶 所以在开始包粽子之前 咱们需要先把干粽叶提前泡软 但是因为粽叶比较大 所以最好提前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容器 再来干的粽叶会飘在水面 所以上面还需要压一个重物 除此之外包粽子的糯米也需要提前浸泡 这里我准备直接泡在压粽叶的盘子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就让我想到了 以前养鱼的时候再给鱼缸铺底纱 接下来糯米泡好之后 我准备先来做几个红豆的甜粽子 所以在沥干水分的糯米里面 加一点提前泡好的红豆之后 把泡好的粽叶剪掉上面的杆 再窝成一个桶 这里底下的角一定要折起来 这样可以防止米漏出来 之后在里面放入糯米和红豆馅 上面的叶子像盖子一样叠过来压紧 再拿棉线绑起来之后 一个粽子就包出来了 这里我包了几个下来的感觉就是 虽然看人家教学视频里面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挺难的 包出来的粽子也是这样一个好看一个难看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长粽子的包法 看似更简单一点 但其实包下来我是感觉并没有很简单 就感觉和普通的粽子没有太大区别 接下来把粽子凉水下锅煮两个小时 一份红豆甜粽就做好了 虽然说样子不是很完美 但是先来尝一尝这个粽子味道怎么样吧 其实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有那种浓浓的那种粽叶的香味在里面 像这种红豆的粽子感觉就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粽子 所以我总体来说应该是甜粽子派 但是因为到了澳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买不到甜粽子 就吃咸粽子多了之后感觉咸粽子也还不错 所以现在来说我感觉甜咸之战中我属于比较中立的 老实讲这个第一次包出来的粽子稍微有一点低于我的期望值 虽然说味道还不错自己吃肯定是够了 但是如果是拿来送朋友或者发朋友圈的话肯定就有点不够看 所以接下来为了包出更好看的粽子我准备再尝试几个其他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Plan B 这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西餐好像比中餐更容易复刻一点 我觉得其中的原因除了西餐的菜补材料都是像试验一样良好的以外 和中餐需要高超的手艺不同的是西餐更多的是五花八门的工具 所以我的B计划就是先做几个粽子形的模具 再把粽叶叠好塞到模具里面之后再塞米 就同样把它们绑好凉水下锅煮两个小时 一份红豆糯米稀饭就做好了 C计划我准备包点咸粽子 这里除了腊肠腊肉和咸蛋黄以外 我还准备放一些鲍鱼 至于鲍鱼怎么清理 因为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里就不再讲一次了 除此之外因为传统煮干鲍鱼的方法过于麻烦又耗食 而咱们今天的主角又是粽子 所以洗干净的鲍鱼直接放到锅里面 加入适量的清水爆汁和老抽调色 等火开之后转小火煮半个小时 就可以得到一份这样金黄色的鲍鱼 接下来在锅里面融化一些猪油之后 下入之前泡好的糯米 再下入一些老抽调色 然后就可以开始翻炒糯米 等每一粒糯米都裹满了猪油和酱油之后 在碗里面放上一块铁布 再盖上一层泡好的粽叶 中间放上一个咸蛋黄之后 边上摆上一圈鲍鱼 接下来在上面盖上炒好的糯米 压实 再摆上切好的腊肠腊肉和咸蛋黄 最后在上面再压上一层糯米封顶 然后就可以把粽叶和铁布叠起来 上面压一个盘子放进蒸锅里面蒸两个小时 最后扣在一个盘子里面撕掉上面的粽叶 一道八宝饭造型的鲍鱼咸粽就做好了 老实讲虽然说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粽子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接下来就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老实讲它这个口感与其说是像粽子 我感觉更像是生炒糯米饭 就粽子是那种所有米都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这个是每一粒米都很分明的那种口感 就感觉虽然它没有粽子的口感 但是它就有粽叶的香味 再来就是其实刚刚我的心态有一点崩 所以做这个米的时候忘了放盐 但是其实它配着腊肉吃那个咸味正正好 就感觉每一粒米都吸满了腊肉和腊肠的香味 再来尝一块带一块大咸蛋黄的 感觉这个咸蛋黄吃起来口感稍微有一点点干 但是它里面的腊肉和腊肠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因为它那个油脂被吸走一部分之后吃起来就显得不是那么腻了 接下来尝一尝这个里面最值钱的鲍鱼 哇 这个鲍鱼在这个粽子里面超级的好吃 这一点我真的是没想到 其实之前我就有看卖粽子里面有带鲍鱼的 我一直以为只是一个噱头 但是没想到这个鲍鱼包在粽子里面之后不仅保留了它自己的鲜味 而且还吸收了那个粽子的香味 再来就是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那种它因为蒸了很久 所以会比煮出来的鲍鱼软很多 而且带着一点点黏牙的口感 但是因为它是鲍鱼 所以再怎么软都还是带着那种Q弹的感觉 再来最后一口 然后剩下的就留着端午节晚上再吃了 总结一下呢 我觉得除非是你对包粽子特别感兴趣的话 不然有些钱真的是留给其他人去赚比较好 再来其实今天的这期视频除了是端午节的视频以外 也是我成为UP主两年的视频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遇到你们这些小伙伴 真的是非常感谢有你们的陪伴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到底差不多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给个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 Joel 星期六 笑う いつも笑う